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目术时他在1867年出生 当他30岁的时候他还在日本 他原来最重要的他是从学习汉学汉文出生的 可是慢慢的他的兴趣以及他学习的范围转向了西方的文学 到了1900年大家可以算得出来 那个时候他已经33岁了 他被日本政府派到英国去留学学习英国文学 不过他在英国待的那三年的时间当中 那不是他人生什么样美好辉煌的时间 那个时候他清楚地感觉到一来他不喜欢英国的生活 更进一步地他也发现他不喜欢英国的文学 他在英国待了三年之后36岁他回到了日本 但是在英国的这段过程当中给了他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 他知道说如果日本要跟西方的社会西方的这些国家 能够真的平起平坐你必须要在文学文化上面有所建树 可是文学到底是什么 一个新的叫做日本的文学 日本的现代文学要如何产生项目术实比所有的其他人 也许正因为他接触到这一部分的想法跟观念 比别人来得晚 所以他也就比别人想得更多想得更彻底 所以回到日本之后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想要写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文学论 他在文学论这本书的序言里面 就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宣告 他说他是想要把古往今来所有关于文学的观念 文学的说法全部聚拢在一起之后 然后把它们全部推翻 推翻了之后才重新去思考当前的日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学 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 文学跟人生 文学跟自我 文学跟外在的世界 到底应该要如何进行陈述 进行反应 他要彻底重新再来一套理论 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在这上面是成功的 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尝试的过程当中 项目术实接下来 他开始了他的创作的旅程 1903年回到了日本 先写文学论 是到了1904年这个时候 他写了他最早的一部小说 标题叫做《我是猫》 这是一个用猫的观点来写人的 非常特别很好玩的一部小说 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当时被认为 带有游戏的性质 所以刚开始是在儿童文学上面发表 到了第二个部分之后 他才转到了另外一个比较认真严肃的文学杂志 叫做《紫规》 而《紫规》这个杂志 它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叫做《紫规》 是为了要纪念正纲紫规 这位日本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当中 曾经放过光芒有过成就的一位作家 而《正纲紫规》其实跟项目术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两个人是中学同学 可是《紫规》这个杂志出现 那是因为1902年 正纲紫规就去世了 所以为了纪念它才有了这部杂志 也才有1904年的时候 项目术石把他的《我是猫》 放到这个杂志上面去连载 你也就知道项目术石是多么晚起步 当他开始起步写文学创作写小说的时候 他的同学正纲紫规 已经写完了一生所有的作品 已经离开了人世 还不止如此更夸张的是 除了正纲紫规之外 另外韦奇红叶 也是项目术石中学的同学 韦奇甚至比项目术石还要小一岁 而韦奇在1903年的那一年 留下了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 《金色夜叉》 他也写完他一生所有的作品 太去世了 所以你看他的同学都已经去世了 项目术石才刚刚开始 可是就是如此这么晚 到36岁 37岁 才在文学的创作上面 颠颠置之地开始 然而一旦开始 因为他累积了太丰富的生命的经验 他有太多东西已经储备在他的心里面 他就大爆发 那真的是大爆发 因为到1916年他去世 大家快速地可以算 实际上大概就只有 十一二年的时间他可以写作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项目术石留下了 例如说他有这么多经典的作品 像是刚刚我们讲的 连儿童都可以看的《我是猫》 或者是一直到今天 在日本的中学生几乎没有人没读过 必读的《少爷》这部小说 这是青少年的读物 另外大人的有三四郎 有《死后》《彼岸过期》 《有新》等等 这些都是经典作品 甚至连有一些 我们在中文世界里面 经常被忽略而没有好好读过 或大家不熟悉的作品 像是我在上一节节目当中 特别为大家介绍的《稻草》 或者是项目术石 他另外的《草枕与美人草》 这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 跟进一步的 竟然这些作品 一直经过了一百年 时间的各种不同的掏袭淘汰 多少作品多少作家 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项目术石 他仍然屹立在那里 他的这些作品仍然在今天 对我们来说 我们阅读仍然能够 有所感应是很有意义的 像刚刚为大家讲到了 《草枕》这一部小说 《草枕》这一部小说 它的书名讲的是什么 其实草枕指的 那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 没有一般的枕头 你只能够在草地上 拿草作为你的枕头 这是具体或者是直接的意思 那它衍生的意思 那就是一个随意的旅程 这个旅程是没有刻意的详细的规划 所以你也不知道 你晚上会住在哪一个客店 你有什么样的床可以睡 那这是一个象征 在这个象征的书名底下 项目术石写了非常精彩的一部小说 更重要的是 这部小说就应该跟 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稻草》 这部小说并在一起读 因为这两部小说是项目术石 用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是它要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要检讨到底什么叫做人情 上次也跟大家提过了 当项目术石在讲人情的时候 它指的是人情毅力 人情毅力也就是日本的社会当中 各种拘束规定 要求人跟人之间 必然要有什么样的礼貌 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互动 那项目术石 他就在朝整这部小说当中 把他自己化身成为一个画家 这个画家最重要的特性 那就是他想要追寻艺术 这种艺术的追寻是来自于西方 也就是西方的artist 什么叫做artist artist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资格 你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你就必须要能够找到 别人从来没有表现过的 有一些经验 有一些情感 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手法 换句话说 作为一个艺术家 尤其在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 你必须要与众不同 你就必须要离开人群 你不能够跟人群一样 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 跟日本的人情毅力最根本的冲突 人情毅力要求你每一个人 你是儿子 所有的儿子都要一样 你是爸爸 所有的爸爸都要一样 你是别人的下属 所有的下属 所有的武士 通通都必须要一样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种 生活生命的框架底下 就不会有艺术 所以曹正他就是 借由这个画家 这个画家他一方面 意识着有人情这件事 可是他立志 他要寻求一种 相反的生活的可能性 叫做非人情 包括他为什么要踏上这个旅程 因为只有旅程让你离开了原来的家庭 原来的邻居 原来大家都认识你 因为认识你就知道 你应该受什么样的人情拘束的这种环境 你才能够得到自由 所以他得到这个自由 他如何运用 更重要的 在小说里面就描述了一个 非写实的 非常精彩的 完全不受任何世俗拘束的一个 年轻的女子 纳美小姐 所以这个画家 遇到的这个纳美小姐 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惊吓 在人情原来的规范之外 纳美小姐永远都会讲 不一样的话 做不一样的事情 那是一个落实在自己生活上的 非人情的表现 那是以生活作为艺术的一种态度 这种艺术家的关怀 更重要的 这种鼓励我们 不要在所有的世俗的生活的框架底下 去看待自己 看待这个世界 这个讯息在超整的这个小说里 用非常精彩的方式 有了各式各样的小细节表现出来 一直到今天 我们去阅读的时候 应该都能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而重新去思考 你是真的要那么在意 所有别人怎么看待你吗 还是你会认为 某一种更深刻的自我的创造性 才是你生命当中 你应该要为之负责的 最主要的因素 最主要的力量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是项目术实的 朝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